本章主要讲的是法拍土地共有的部分 共有的法拍土地的主要来源就是继承 也就是说基本上大多数共有的土地 它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继承 只有继承才会一分三或一分四 可能是父亲走了之后 然后儿子有四个 或者父亲走了之后儿子女五个 那这样来分 那现在重点是 每个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 如果以继承上来讲 基本上大致上分成五类 第一类叫做抛弃继承 那就是说它本身就不继承了 第二类叫做未办继承登记 第三类是共同共有 就是大家共同共有 第四是分别共有 第五的话就是所谓的分割共有 然后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五类 然后如果说我们现在法拍 法拍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债权能债务上 资金上有问题 资金上有问题 为什么资金上很有问题呢 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父亲也许很好 可是他五个儿子 那不可能五个儿子都同样成才 总是会有一个两个比较差 那现在重点是 如果一个儿子或两个儿子比较差的情况是 其他愿不愿救 其他有没有能力救 这个我们今天讲 当然意愿也有能力也有 那当没有能力救 没有意愿救的时候 那是不是本来每个人五分之一的话 就其中一个五分之一要给人家卖掉 那现在重点是 如果卖给自己人 大家还很好瞧 我们说很好瞧的意思是说 反正既有土地状态怎么样 大致上都是可以透过谈的方式来把问题解决 可是如果万一其中有一份 五分之一是外人的话 那这些外人会怎么做 其实他的重点就是 这个外人通常他会去做这件事情 他既然会买共有 他一定对分割很熟 所以他是用分割去破分管 就好像说今天一个人会去买一个不点交的房子 那这个人一定是对买卖破租人很熟 不然他不会去买不点交的房子 因为如果他不知道该怎么买 他这问题没办法解决 那如果说点交房子 那最简单 点交房子大部分都是债务人 或债务人的父母亲属 是属于借用部分 或者说基本上来讲就是无权占用的部分 所以点交部分法院才可以点交给你 那你今天买不点交的 你的重点就是 你很懂得买卖破租人的方法 那今天基本上来讲 为什么买不点交跟买共有 他会有很多利润来源 因为基本上他其实就是一种银蛋策略 怎么说呢 假设你现在去买法牌 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点交 那不点交是不是少人买 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是共有的 对不对 大多数人就避免这样的问题 没有人不敢买嘛 那没人买 不敢买是不是价钱就低了 价钱低你买到了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一种减便宜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其实在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很常买房子的人 他经验很丰富 既然经验很丰富 他当然知道价格在哪里 价格水准在哪里 市场在哪里 他很清楚 所以他今天基本上来讲 他很懂的价格 跟你一辈子只买卖一次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而且问题是有准备跟没准备差很多 举个例子 像如果我在研究一块土地 那我本身后面有很大的 很多股价师律师 有很多代书 那在我后面 甚至后面可能有很多那种 所谓的买方 那对我来讲 我对价格就一定会很少 那现在此时此刻 当你遇到购有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样子啊 以前的话是兄弟姐妹 大家不好意思讲话 或不敢讲话 那现在重点是 可能就有其中一个 是比较穷的 或者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权势的 然后他就先做了再说 那问题是先做了再说是不合法啦 假设比例来讲 三分之一 他三百平 然后他盖了一百平的房子 那请问你 这是合法 这是不合法 同样如果是兄弟姐妹大家在的时候 大家没意见嘛 反正土地我用不到 可是问题是 如果其中有一个外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主张 他可以主张说 你为什么要挑这一百平盖 对不对 那他不服气啊 那不服气的时候他就可以请求嘛 要嘛 比较狠的跟你玩 就是跟你玩奋割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他可以请求啊 请求租金啊 请求不当利得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不管怎么用的话 你要对价给他 因为这所有土地他有三分之一的利得啊 所以他用很低的价格去买 然后他可以跟你要求 那要求不然他就诉求法院拍卖 那法院拍卖的是 那个价钱一定会回复到市价嘛 那你想想看 他用三次八折的价值 二分之一的价格 然后去买一个未来短时间会在市价出售的东西 他至少他赚你倍以上 这是重点 那万一有一个重点是 万一在拍卖过程变价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东西是价格很低 各位懂我这意思啊 反正我们就本来三个人嘛 然后我买三分之一 其他三分之二是另外两兄弟 然后这个拍卖价格很低 那因为我银蛋够多我是外人 我可以全部买起啊 到时候分钱分你们 是不是我本来三分之一的地 对不对 现在就变成全部了 那现在重点 当我有这全部的地我再去卖 那个价格跟原本三分之一去卖的价格完全不一样 那就是叫赚三轮啊 赚三轮第一轮就是低嘛 对不对 第二轮就是回复市价嘛 第三是小面积变大面积啊 不是三轮的价格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在讲共有 共有其实他重点就在继承 那继承他就分五种 第一种就是抛弃继承 他可能三格只其中一个啊 不要 不要有钱 或者他不愿意 那第二个可能是未办继承登记 那第三个可能是共同共有 第四可 第四就是分别共有 第五就是分割了 就已经确定位置 地点了 大小了 就是分割共有 那这些都是把拍共用的最主要来源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小弟的共同作者 谢谢 真是 可以 给我 今天的 感谢观看